警告一响 台北市街头有如时间停止 包括台北车站等建屋周边 及主要道路上空无一人 远景则引导民众躲进室内 万安46号演习下午一点半登场 台北市政府除了执行 室外人车疏散避难外 还模拟南港车站 遭飞弹袭击爆炸起火 在副市长林一华等人陪同下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现场视察演习情况 并慰绕参与演习人员辛劳 对于演习结果相当满力 我们都会来就这一次整个演习的过程 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视 的确需要调整的话 在之后的演习都会来进行调整 但这一次坦白讲 我觉得所有参与其中的同仁非常的辛苦 那整个演习的过程 我认为是有符合当时的设想 以及预定的目标 因为我们这一次总共在今天演习之前 预演了三次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一次把演习的过程 拉长到一个小时 而且加入了战灾抢救的部分 也就是想定南港车站 如果一旦发生战事 然后遭受飞弹的波及 怎么样做很多的抢救工作 以及事后灾民安置的 中所的开设作业等等 整个流程规划也是符合当时的设想 那当然在整个细节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都会来全面检讨 今天是万安演期 那怎么看说朱立伦刚好说 执政大联盟的理念是两岸和平 我们一定是追求两岸的和平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抱持着 料敌从盐 料敌从盘 玉敌从盐的基本态度 也就是要防患于未然 居然思维 所以必要的演习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进行 另外针对杜树瑞台风即将来袭 蒋王安也宣布 7月25号起 大道城夏日节活动暂停 7月26号晚上的烟火释放者取消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持续关注气象的预报 以及整个台风的路径 那我们已经做了决定 周三的大道城烟火 我们会先暂停一次 因为我们就是料敌从盘 与敌从盐 我们绝对是以防台的基本态度 来做万全的准备 所以我们会已经请观传局 就大道城烟火节相关的设备 我们先撤下来 还有包括水门相关的预言 我们都要做好防备 那另外也已经通知相关局处 做好因应 也就是包括观传局 居公所做好相关的防台宣导 建管处 新空处 我们就很多的建案施工场地 我们就很多的 这个外挂的围栏广告招牌等等 做加强稳固 那另外就民众居住的场所 外挂的一些物品也必须要拆除 或者是稳固等等 所以我们包括水地处 大地处等等 特别山坡地 一人水区 也要做相关的防护 我们已经再三的请客局处 做好万全的准备 至于是否有机会放台风架 蒋万回应 需要试当时气象预测风雨状况 同时会依既有机制 与临近新北基隆桃园山市 讨论决定 停班停客我们都有 作为办法 我们会依照这个作为办法 也有相关的标准 第二 我们也一定持续的 来掌握气象预报相关的预测 包括风力 阵风 以及雨势 第三 我们其实循着北北基 既有的机制 我们会照着这个机制 来判断 停班停客 那当然我们也会跟桃园 保持相关的联系 因为终究我们也是一个 共同生活圈 所以依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这周天是否停班客 最晚什么时候会决定 礼拜三 礼拜三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 站在市民的角度 希望早一点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 依照整个气象预测 他们所提供的资讯跟数据 做一个最精准的判断 蒋万强调 北市府会做好各项防台准备 因应台风来袭 以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